亲切交流 他指出 桂林是一座山水甲天下的旅游名城 这是大自然赐予中华民族的一块宝地 一定要呵护好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以文速旅 以旅张文 提升格调品位 努力创造一夜 宜居 宜乐 宜游的良好环境 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 26号 习近平来到桂林市橡笔山公园 远眺山水风貌 沿步道查看商业 邮政等服务设施 游客们高声欢呼 总书记好 习近平同大家亲切交流 他指出 桂林是一座山水甲天下的旅游名城 这是大自然赐予中华民族的一块宝地 一定要呵护好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以文速旅 以旅张文 提升格调品位 努力创造一夜 宜居 宜乐 宜游的良好环境 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 好